關注針對國民黨喊話 希望三天之內藍白要進行二次破滅協商 民眾黨正在召開記者會 帶您看最近現場 教育團隊進行多重反復加權 再將個體的結果何必計算 就跟現在的民調做法一樣 民調的日期我們希望是暫不公佈執行單位跟日期 那執行者跟民調公司皆需簽保密協議 避免人為的操作 如果違反協議的示威無效 抽樣的比例 我們有兩個方案 一個是全手機 那現在大概第二個部分是 試畫跟手機各辦 物識不識 那問卷的大綱 在國民黨他們自己2020年的初選方式是對比跟互比的提醒 那內容問卷都可以雙方來議定之 那對比的題目都是跟民進黨現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相比 那互比的話是在野黨互比 那在野黨互比可能都有包括郭台銘 勝負的計算 在國民黨他們的 2020年的初選方式 我們 參著他們的方式之後 提出我們的方案 第一個對比跟互比的民意支持度各佔 兩人總成績的50% 兩人總成績為5家民調公司調查所的結果的對比跟互比民調支持度的 平均值加總計算 到小數點的第4位 贏者勝出 當兩人總成績相同的時候 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對比式的民調的問題中得到民意支持度勝過賴清德 只有一個人贏賴清德 那這個人就勝出 第三 當兩個人總成績相同 而且對比式的問題也沒有人勝賴清德的話 那就比較兩人在對比式民調支持度的絕對值 計算到小數點的第4位 贏者勝出 第4點 如果對比的民調也一樣 那在比較兩人互比民調絕對支持度的絕對值 計算到小數點的第4位 贏者勝出 也就是先比合計 再比誰贏賴 如果兩人都沒贏賴 就再比對比 最後再比互比 這是第1案 第2案是B案 B案是參考 民主進步黨2020年 總統初選的方式 同樣的也是民家公司的5家 各自剔除5家以上公開抽選決定 數量的 樣本的數量也是一樣 每家3000 合計15000份 加權方式也是一樣 有5家民調公司 分別按照內政部最新的人口資料 對戶籍地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進行反覆 多重的加權 再將個體結果合併計算 民調日期也是暫不公佈 執行單位跟日期 執行者跟民調公司皆需簽署保密協議 有違者 視為無效 中央比例也是A案 全手機 B案 視化跟手機各辦 50%對50% 這個因為民主進步黨他們的是 全的對比式民調 也就是完全是採對比式 他的勝負計算方式 第一 如果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支持度勝過賴清德 則這位候選人應得出選 其餘的方式 則由民意支持度的絕對值最高者勝出 但如果兩個候選人民意支持度絕對值還平手的話 則以誰與賴清德差距來決定勝負 贏較多或數較少者勝出 也就是說這個會是一個對比式的民調 所以A案跟B案 都是參著2020年兩個最大的政黨 他們的總統黨內出選的方式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這是一個 至少在近幾年來 尤其是現在視化跟手機的狀況 都跟20年前不太一樣了 所以整個的民調方式也應該做差別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採取 最近一次的總統大選 各黨內的初選的 民調比較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 應該是包括其中有一個方式 是中國國民黨四年前的方式 我們也認為這個應該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而且也是這幾年大家一直在施行的 我們看到是 柯文交進選辦公室總幹事 黃珊珊提出了要用全民調來整合在野 也講了一些民調的細節 希望雙方合作可以理性務實 這是民眾黨記者會的最近現場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像中國說的 百首要不要拒絕 住等一人 十七 十九 十六 感谢观看